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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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場次的掌門 對比比色的媒體精神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朱鱗 非常開心 也非常榮幸能得帶我們 2018台灣福蘇雙語媒體參訊 來跟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一起來齊聚一堂 今天呢 我們的台灣福蘇雙語 也特別準備了地獵車的好消息 還有關於我們2018年的計畫 等一下也跟大家一起來做分享 也希望我們今天呢 所有的貴賓 所有的媒體精神朋友們 大家會有一個非常開心 非常美好的體驗時光 在我們今天的盛宴一開始 也要邀請到我們現場所有的朋友 準備好你們的雙手熱情的掌聲 我們來邀請台灣福蘇少女總裁 Mr. Alexander Kort 郭聲達總裁 上台後的選手說話 掌聲歡迎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各位記者朋友們 今天來到福蘇雙語的聚會 福蘇雙語在2017年有很好的成績 我們去年全球的銷售量 達到了49.8萬兩 增長了4.2% 其中的第六次型銷售 接近21萬兩 也是46年來最高的紀錄 我們非常感謝福蘇少女 2017年在台灣的銷售 能夠再闖加益 我們去年在台灣的銷售 超過2700台 比2016年多了10% 我們在去年發表的 Emerald和California 都收到許多熱愛戶外生活的消費者的熱量發援 現場可以看到的Caddy Man 剛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銷售以來 經常處於公布已久的狀態 今天我們在現場也展出了 將於今年6月底開始銷售的Caddy Maxi Man 我們相信不論是戶外活動 或者是運送中藥貨物 Caddy Man和大一號的Caddy Maxi Man 都會是提供國術當中間的好放鬆 除了引進更多的資金之外 我們也希望能用更多的 創新的方式和我們的出處互動 我們去年發表的福斯恩用台灣網站 就是希望消費者計畫旅遊的時候 可以通過這個網站 找到使用福斯山旅產品提供旅遊服務的商家 接近去的幾個月 我們也希望能夠通過這個網站 引進更多的旅客去花蓮旅遊 我們相信這是一個非常實質的方式 能來協助華蓮早日從這個地震的影響中走出來 我很高興今天和各位能分享 我們福斯商旅2018年的一些新計畫 福斯商旅會繼續努力耕耘台灣市場 引進各種不同的車線和最好的服務 來拿出消費者多樣化的需求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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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總裁 也請總裁入席做作 謝謝 緊接著下來呢 要邀請到台灣福斯商旅行銷處長 柳佳佑劉處長 來為我們分享 2018年台灣福斯商旅的重點聲談 掌聲歡迎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美麗朋友今天在這裡 我是有嘉宇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福斯商旅今年的新的訊息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關於KD的系列 KD的系列大家都知道 我們之前就是有引入市場正希人做的MPV 那其實KD除了KDMAXING正希人做以外 還有KDMAN的系列 那KD在上市以來 其實在全球受到相當承諾的歡迎 每年大概就是銷售量都有15-16萬量左右 去年2017年大家也聽到了 其實T系列在創了歷史新高的銷售 在四十幾年來 那同時其實KD也是一樣 在KD歷史上去年也創了全球新的銷售新高 十六萬五千台 所以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其實就是幾個禮拜九 我們也得到一個新的消息 就是KD終於賣入兩百萬台 進入一個新的主程碑 所以這個車系在全世界的銷售上 獲得一個相當承諾的肯定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消息 主要是在KDMAN這個車型上 大家在現場已經看到有一台KDMAN 大家在車展已經看過 那我們其實像這個樣產品 我們會賣給什麼樣的消費者 我們認為有兩種主要的消費群 對這個產品有興趣 第一個當然就是金氏金銀的中小企業 所以大家在後面可以看到我們三台車 這些車其實是屬於實際的車主 真實車主 不管是Vespa的經銷商 或者是高檔登山車的 商家他們在使用KDMAN這個產品 因為畢竟他們的產品 也不是一般的產品 所以也需要一個特殊的貨車 來對他們的客人服務 那除了中小企業以外 其實這幾年我相信大家 其實在休息上面 休息的上面 對不起 也不想從前都在KDV 也慢慢走出戶外 所以我們相信很多熱愛戶外活動的人 也對KDMAN的大空間 感到非常有興趣 不管是帶腳踏車 帶go car 都是非常輕鬆運用 但是KDMAN到底有多麼大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正常的KDMAN的容納空間是3200公升 我們今天即將展現給大家看的KDMAXMAN 在車身上面的長度比正常KDMAN 增長47公分 增長47公分之後 容量增加的是幾乎三分之一 再整整加上1000公升上去 是4200公升的大空間 所以KDMAXMAN本身 首先就有相當程度的一個魔術大空間可以運用 除了這個以外 很多時候我們講商用車 其實商用車大家覺得做ART比較便宜 在安全上面會打折扣 但是在KDMAN KDMAXMAN上面完全不打折扣 不管是ABS EDL 甚至NCD這種二次房撞擊系統 全部都在KDMAN上面可以看見 但是我相信這邊現場 大家有很多人都會開手滑 而且一定是手排的好手 但是我相信KDMAN還有一個 最受歡迎的 大家會最喜歡的安全裝置 上波輔助系統 很多時候我們該手排的車子 在停車場要上斜坡的時候都很擔心 我們太打滑 會不會是滑到撞到別人側 上波輔助系統完全解決這個尷尬 所以上波輔助這個事情 在KDMAN上再也不會發生的 很重要的安全性就是它 那除了安全以外 很多時候 很多的商用車也許 竟不是使用比較新一代的科技 但是我們今天不管KDMAN 或KDMAXMAN都用到最新的DSI引擎 那我們有兩顆引擎 這邊這台綠色的是1.2DSI無數手排 即將上市的KDMAXMAN是1.4DSI六數手排 那兩台車最大的相同特點就是它的扭力 都從1500到1500轉出現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高扭力公尺是一個平順的波輔 所以不管是紅綠燈起波輔 或運送貨物的時候都是非常的新運送 那我綜合起來其實幾個就是KDMAN 我們認為在這上面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大的空間 好用大的空間 完整的安全配備和新時代的引擎科技 KDMAN已經上市的KDMAN 大概是64萬87 那KDMAXMAN即將在6月份進展間 這也是第一次在台灣亮相 KDMAN因為是DSI有了比較大的引擎 比較大的空間 那基本上我們到時候先租價就是價8萬塊 所以我們從73萬6開始 對 這是我今天對KDMAN的一個簡單介紹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今天謝謝我們的 我們來講學校製導 那我相信呢 透過剛剛的分享大家 對於我們二伊拉的重點車款 相信大家呢 對於我們的KDMAN 也更加一步的認識 還有了解 好的 緊接著下來呢 在我們今天參選同時 我們的KDMANXMAN 也要正式的來跟大家亮相 來跟大家見面了 所以在這邊呢 需要先邀請我們呢 所有的媒體記者朋友喔 我們大家呢 也準備好我們手機的 這個手中的手機 還有相機 一起來捕捉 一起來見證 這歷史性的一刻囉 在這邊呢 也要邀請到 我們的郭山達郭總臺 來為我們的KDMANXMAN 正式揭開序幕 好 欣賞這次回到我們 來獻取了一個熱情 熱力的掌聲 來獻給我們 臺灣的資料女 來獻給我們 KDMANXMAN 哇 也讓我們現場 所有的 母親的朋友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樂 好的 走開我們的視線 先來看一下我們的正前方 正前方 好的 請接著人家來 我們先來到我們左手邊 Please look at the right side the left side the left side 好的 這個歷史性的一刻呢 我們也要來邀請到 台灣福斯雙語團隊 一同呢來到我們的舞台前方 可以留念囉 首先邀請到 奧迪福斯集團 售貨服務處處處長 來歡迎我們的行方處長 李處長 歡迎您 也歡迎呢 我們的台灣福斯雙語 售貨服務部 林立列林處長 好的 哇 我們脆利史性的一刻呢 也跟著我們的 KDMANXMAN 一起的來和你留念 好我們是不是也將我們的 大拖子 一起來準備好 好我們首先先看一下呢 我們的正中央 我們前方的 鼻涕機的朋友 所有的手機 以及相機鏡頭 好今天下來 我要邀請到我們長官 可以視線來到左手嗎 Please look at the left side 對 對對對 好非常好 來看一下呢 我們的這個相機鼓上的攝影師 好的大家是不是都會鼓上 來我們的正中央 今天我們前方 好看 好看 我們先看看